长150公尺宽14公尺的西大陆地下道 在历经第二阶段的封闭施工 预计在8月29号星期一开放南大陆 往市区方向单线通车 第三阶段的工程将踩绊绊施工方式进行 预计10月底前会完工通车 然后呢我们的交通管制进入了第三阶段 也就是8月29日起的上午6点会全线通车 但是每天的非尖峰时段上午9点到下午4点会是半半施工 汽车往市区的部分会单向通车 机车双向的部分不会影响到 另外现在工程进度约54% 主要是RC钢梁的RC结构的部分 目前已经结构补墙完成 另外墙面的渗水抓漏也完成了 公务处表示地下道主体方面除了墙壁裂缝修补 主粮裂缝补墙粉刷 补锈钢导水槽安装 机车道栏杆油漆加高护栏 更新地下道抽水设备 新增照明警官灯 并且进行结构补墙 记者万事连新竹采访报道